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篇的这个作品 好,我们先来就内容这个部分来看一下 我们讲过他要主题清楚 那一开始要讲主题 可是我们看到这里呢 他讲说 There was a news report about something that was taken by some tourists 当然他就是因为想要 把我们这个文章提示的时候呢 说有那个 有观光客嘛 就是说有一个新闻报道啦 就是说那个照片呢 是取自于这些观光客 那他把这一句要用出来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不好用 不好用的话你宁可不要用 那他这样写就不清楚 因为这里呢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那个干旱现象 所以应该把那个drought一开始就写 他的最后才写出来 写说什么 缺乏水 这个写法就很像我们华人 写的写东西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先讲一大堆 最后把主题丢出来 这个写法 记得如果说同学有上过我的课就知道 我讲过好多次就是我们中文跟英文的这个写法 表达意思的时候就很不同的approach 那中英文是要就是开张名义 一开始就跟你讲清楚主题是什么 那中文可以在这个绕着圈圈讲最后把这个主题到一半的时候或者最后的时候主题才出来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同学的这个在你受中文的影响在写的时候 如果你不去这个破除掉像这样的影响 然后想办法一开始就把主题写出来的话 那你就一直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 所以这里应该讲的是说这个something就是指这个drought 那后面that来代表如果是代表drought的话就有点问题 因为它是说照片嘛 应该说我们就说要写的时候必须要修改 就要写得更清楚一点 about the drought the photos of which 那个是一些tourists 去拍的照片 或者是whose photos were taken by some tourists 这样才会清楚 所以你一开始就必须要把这个drought写出来 这个就是同学要注意到的这个犯大忌的地方 然后呢 the first one 那我们会讲说到底是前面是好几个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这边你能够最好把这个 因为你第一次提嘛 你前面都没提嘛 你这个photo一定要先搜出来 把这个photo写出来 因为前面都没提 如果说我们one代表的是一个代名词 它一定是前面出现过的 你没出现怎么可以用这个代名词 用这个one代替它呢 然后像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it 很多同学喜欢在文章里面 都一直用it 但是这个it一定是前面我们提过了 我在我再指它的时候用it 或者是指时间 指一些特定的东西 在这里呢 我们这边是应该指气候 气候本来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边 它如果把它写清楚的话 说这个气候很干旱 这样会比较好 嗯 所以你看这边用的是 实态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在了 等下我们再讲这个 这个文法的部分也可以讨论到 说这个地呢 很干了嘛 应该说气候很干 应该是气候很干 然后地呢就都裂开来了 这个spelt跟split又拼错了 所以有些字 你那个很关键字千万不要错 一错就会让老师搞不清楚了 然后只剩一些水了 这水只剩一点点 那第二个图片呢 看到是说很多的人在围着一个车子 那这个车子是哪里来的呢 是一个water company 然后people bend over 然后人都弯着身子 然后用这个water budget 错掉了 to get water 然后就想要去取水 然后the two pictures all show one thing it lack water 所以其实他 他在第一段里面 他是包括其中人事物发生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就直接描述这两个 就是说有干旱出现 然后呢 所以呢 就是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这个政府必须要做一些 节约用水的措施之类的 所以也能够顺着他这样写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里我特别强调 还有这个it 这边也出现这个it 这个代表什么 比如说在这里我完全不知道它代表什么 这两个picture show one thing it lack water 到底it代表什么 是什么呢 什么东西缺水呢 是这个都市吗 是政府吗 还是什么 我就不懂 所以这边你一定要把 就是说这个it不能随便用 你要用它一定要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在整个我们来评估的话 就是说 他的主题到最后才出来 就让他的整个文字不清楚 所以整个的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不清楚 我们要写的时候怎么样 要主题清楚 然后相关细节之词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他的组织发展 还有当然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 连贯性跟一致性 开头发展结尾 因为它不清楚 所以我们也很难去讲说 哪个是头哪个是尾 哪个开头哪个发展哪个结尾 所以从这一定要记得 就是他要有 一定要把那个头 就是我们讲说 他的topic sentence 把它写得很清楚 这样才能够继续发展下来 然后最后做一个收尾 那至于他的这个逻辑秩序 跟这个逻辑教学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他有个that 我们刚刚讲过 这也是个代名词来代替前面 但他前面写的不清楚 所以这个that就没有意义了 然后他用的 the first one 是个转成语 however 也是转成语 这个it 我刚刚讲过 不清楚 然后他用的关键词 从这边开始出现了water 然后有water water the second picture 这是转成语 然后这个which代表前面的车子 代表前面的车子 后面这个it 虽然它是代名词 可是不知道代替哪个东西 所以这个代名词使用也很重要 所以他其实 他的 连贯一次跟转成语 他的转成语其实用的也还不错 但是就是因为受限于说他的这个 刚开始的这个主题就没有写好 所以呢感觉上还是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但实际上他是有用到 也都写的还算正确 好 我们来看他的文法部分 就是刚刚讲说必须要有 这个不要错误 有一点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里我 我觉得比较有错的地方是说 他说到 这个我们等会讲那个拼字 可以讲 然后呢 这个句子也是不对 我们要写的是应该是 这个是文法上很清楚 他是用and来连接两个独立子句 所以这里呢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他的主词出来 这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还有这里呢 这里是一个大家常犯的错 就是 尤其是 刚开始写的同学 他们 习惯了 中文的方式 中文我们常用很多的逗号 一直用逗号逗号逗号 最后再一个句号就结束了 可是在英文里面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常看到很多同学就整段里面 都是用逗号逗号 每个中间格都用逗号到最后写个句号 这种句子我们叫做连写句 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两个是 独立的子句的话 必须要加什么 加连接 加连接词 对的连接词之类的 所以 这个地方 我觉得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但是我就说因为 其实我们这几个项目 它是互相影响的 我们虽然说 单独来评分 但是实际上 因为你的这个部分缺乏 就变成说 你的 你虽然说 因为你的意思不清楚 你的内容部分有问题 之后呢 你的连贯性也会受影响 所以不能够说它独立 它会互相会影响到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的智慧拼质的部分 它的智慧拼质来讲 就是说 用的是一般的智慧 一般的智慧 所以呢 没有说 应该还好 但是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在碰到这些字 比如说这个字就很严重了 这个字用错了 我们说通常是说那个字 那个地上列了 用个crack 那个字可能更好一点 然后呢 这里讲了说这个 Water Company 其实那边已经写了台北自来水公司 所以你应该把它写清楚 记得 我们要能够写 就一定要把它写清楚 台湾water company 其实很简单 把它就直接写出来 然后呢 像这个 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buckets 或者是用water containers 来来来去接水 这个部分 都是需要 用正确的字 尽量能够用那个比较精准的字 而且这个car 这个car我刚刚没画出来 它不是一个car 它是一个truck 它是一个water truck 就是说像这类这种字都说你必须要用得比较精准的字 它是 其实你想想看 它是一个水车嘛 它不是一般的car 不是我们一般开的小轿车 它是一个truck 你可以说water supply truck 或者是water delivery truck 都可以 最简单就是water truck 也可以 所以用字呢 我们必须要更精准 更精准一点 我们再看第二段它的写法 Here are some points I think may lead this matter to happen and how to prevent it First The long dry and hot weather meant that it didn't have enough rain and made our water storage be used too much Second Taiwan shape isn't beneficial to save the water and the water can quickly run into the sea If we want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can build more dams to keep water Or strengthen society's idea about using water and avoiding water waste We need to try to solve this problem or next year we still need to have no water to use OK 先看它的这个内容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主题清楚 相关细节支持做得好不好 那我们先看 像这个句子呢 它其实是主题就没有错 而且就是说它跟 针对的这个写的说 可能的原因 还要采取什么样的因应措施 我觉得都已经 都把它讲到了 可是呢 像我们讲这个句子其实也都还好 这个句子讲讲文法也都 没有什么错 可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们会习惯 用中文的 来翻译 比如说这边有些要点 我认为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就发生 然后怎么去防范它 就很清楚就是说 如果说你们想想看 在你们读的时候呢 常常会碰到讲的英国 很多的英国句子怎么写的 好 那他会怎么写呢 他会说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that may lead to the water shortage 有没有 好 他会用这个方式 你们可以去 所以有些句子 你觉得很好的句子 你就把它背起来用 就是有时候自己去写 常会写出来 这句子 比较 比较不是那么 当然我觉得它并没有错 但是就写起来就是觉得它是好像 may lead this matter to happen 这个还是有问题的 好 就是句子写起来怪怪的 所以我们最好也能够 去把一些我们常用到 比如说你在写这种写英国的部分的时候 常常会有类似的句子常出现 那这个句子把它背起来之后呢 再套过来直接写 会有一些因素会导致说什么 water shortage 这个就很清楚了嘛 我相信你们去看的话一定看到老师这个句子很多 不会看到像这个句子的 对不对 一定不会的 所以 像这类句子尽量把它 就先背好 那你用的时候直接套进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而且就是预防说我们有时候会受中文的影响 去用中文思考写出来那样子的句子来 然后 像这个也是一样说 长的什么 这个dry and hot weather 又热又 干燥的这个季节的话 意味着说 没有 足够的 足够下雨 这个it也代表什么的也不清楚了 所以 他很习惯用这个it 就是什么东西 没有enough water enough rain and made 而且这个东西会使得我们的water shortage be used too much water storage 使我们的水量 纯水 就是 use too much 很大量的用 这个也都是 说起来比较拗口 你想想看 如果说我们今天 如果想要把它写成一个 比较和 就是比较自然的英文句子 可能就不会这样子写了 就不会这样写 那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是 Taiwan's shape isn't beneficial 台湾的它可能是指地形啦 台湾的这个landscape 这方面 它 不是有利能够让 能够节省水 使这个water 让它很快就流到大海去了 这个也是就是说它是 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 中文的意思翻译过来 如果你真的要写的话 你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写 我不晓得我这边有没有写 可能在后面有翻译到 就是你就直接说 台湾有高山 这个河流很短 所以那个水就直接流到大海去了 那你这样的话 其实写的直接了当 你就 不会说是 因为你也许你不会写这个句子 说这个台湾的地形怎么样 你这个 你这个字会不会用 你就说台湾的山很高吗 那个 那个河流都很短 所以就水就流不住吗 就会自然很快的就流到了大海去了 那这样的话的话其实是 就是比较清楚 而且比较不会犯错 然后像后面这个 We need to have no water to 这个 need to have no water 这个也是好像句子怪怪的 我们讲说它的 内容部分 就是说它的 主题是清楚了 也有一些细节的支持 就是写了一些细节 然后最后呢 我们也可以 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个结论的地方 有个结尾的部分 但是最主要它的问题是说 有一些就是不清楚派的呢 喜欢用 会用中文的翻译 来写句子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它的组织的部分 刚刚其实也提到了 它的组织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它有这个开头的主题句嘛 中间也有一些细节 然后做个结尾 所以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开头发展结尾 那至于连贯性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讲的它这个 OK 所以它这边一开始它并没有 提到是什么东西 OK OK Some point 这个point 就不清楚了 应该讲说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写法就是还是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它这个 并没有让读者一开始就知道说我要写的是什么 总学很喜欢用这个point 其实 这种中文里面有这样用 可是很多时候英文人并不是会这样 英文它是英国就是英国 把它写清楚 然后这里有闻到这个连贯性的first 这个转成语 代名词 这个代名词也是有问题 rain 这个有出现了 rain water 代名词 second 转成语 water water OK if 这个是转成语的用法 代名词 这个or 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个等候讲文法也会看到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主词都不见了 主词也不见了 water 跟water OK 后面讲了 所以它的连贯性应该还可以 然后一致性也还不错 没有离题 但是我们要写得清楚 尽量不要用中文来翻译句子 那文法具构部分 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把它写得比较简单 像我刚刚 这个第一句我刚已经给你们看过了 怎么写 这个句子我们如果写的话 可以怎么写呢 During the hot dry season There is very little rainfall and we soon face water shortage 你看 中文有时候讲话 就是说有时候会 有点绕着弯 来写 那我们英文就是说 在这个 这个很干旱的季节里面 下雨量就很少 然后呢 我们很快就会有这个 water shortage 的问题出现了 那这个就是很清楚了 就是我们来比较一下 那我们可以 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把句子写得更简单 更清楚一点 还有就是台湾的这个地形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说 Taiwan's high mountains and short rivers the first caused rainwater to quickly flow into the sea 或 run into the sea 也没有关系 它的高山跟短的河流 让水雨很快就流掉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留下来 所以 就是想办法 能够尽量 我们就直接针对那个问题 直接把它写出来 那其实单字也不难嘛 也没有很多难的单字在这里 然后在这边 刚刚这一句我们刚讲过 我们要自己来 我们要加强 这个社会的对这个方面的看法 避免这个水的浪费 然后 这个地方把这个need to 可以删掉了 在文法方面 智慧拼字部分 就是 当然它有一些字 不是那么精准 所以有时候意思会比较混一点 我刚刚讲的时候 已经提到这些问题在 所以我们再来 整个来看一下它这一篇 这个同学他其实写的已经还不错了 因为它的架构 有一些架构 它的连贯性 他都注意到了 但是呢 就是因为它的 就是我们在讲说 有些地方写的不够清楚 news report about something that was ok 不够不够清楚 它的其实文法的关键它也都有 也都 就是希望能够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呢 减少那些 用中文来翻译成它的句子 那这样的话它的分数 就会增加很多 因为以它现在的状况来看 我们保守来看 应该是差不多能够达到 11分或12分 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